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你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进入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的主题就在于涂鸦的程序, 我们以这个当一个例子来展现出来我们如何建立双层的或者是多层的EIT造型的体系, 然后再来支持建构多层的框架来实现这个涂鸦程序。 好,在我们的上一个小回合当中,已经经过了阶段一, 那么也是执行了这个前三个步骤。 前三个步骤一开始是找到了这个E型MVC里头针对这个model, 那么也找到了Scribler跟Point这两个类。 然后找到了model之后呢,也联想到这个V, 因此呢,我们就将这一个图呢,把它画在这个Cavus上。 那么从这个画布呢,也联想到这一个画图器跟颜色, 因此呢,我们又找到了Painter或者是Paint跟Color这两个类。 那这就是我们在上一个回合当中采用这个OOAD传统的类造型的架构设计, 而得出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图,一个架构。 那除了找出这个架构之外,找出这个传统的架构之外, 那我们在上一个回合也继续执行的第四个步骤。 就是因为MVC里头呢,这个M跟V其实是可以分离的, 因此呢,model跟view中间隐藏了一个架构, 所以呢,我们就用个EIT来图显,来表述这个架构。 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一个model跟view以EIT的方式把它表述出它的架构。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就想继续的建立两层的框架, 也就是先建立两层的EIT造型,之后再来建立两层的框架。 所以我们在这个小回合当中,我们要把精神集中在, 基于这样子的单层框架,来建立出两层的EIT造型, 然后再来建立出两层的框架。 OK,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一个步骤。 那这里头最重要就是要建立一个stop类,又称为曹操类。 它的用意就是可以学天子以令诸侯。 那在这个上一节里头,已经建立了单层的EIT造型的架构。 就是,我们因为看到了这个view, 跟这个model之间是可以切开的,可以独立的。 因此呢,我们发现了这一个隐藏的i,隐藏的i。 OK,然后再找到这个e跟t,来当它的配角。 所以加了eit之后,就让我们设计出了这个单层的框架。 也就是一层框架,一层app,这叫做单层框架。 OK,然后呢,在这个eit当中,我们又发现, 这一个android的框架里头,已经有现成的serviceview跟callback两个机制合起来刚好是ENI。 因此呢,我们就用直接现成的ENI,只要加上了t,那就形成了。 那这就是我们在上一小回合里头呢,实现的部分,就是用一个eit,来一方面,把view跟model把它分开。 另一方面,建立出一个,这一个单层的框架。 上面是框架,底下是app,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加入一个stop,来建立一个双层的eit架构。 那所谓stop呢,我们上一个小回合也提到过了,就是在i跟t之间,加了一个类,叫stop类。 同样的serviceview里头呢,除了这个callback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抽象的函数,这边也有另外一个i,所以呢,这边也有另外一个j口。 所以就在这个位置,加了stop就上去,加了stop上去就对了,这就是我们将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 OK,那这叫建立一个潮潮类,建立一个潮潮类。 所以在上图里头,可以看得出来这个my surfaceview,这里my surfaceview实现了这个j口,my surfaceview也实现了这边的on touch event的j口。 所以呢,my surfaceview实现了callback的j口,以及呢,surfaceview里头的抽象函数,就指这个。 on touch event是这里的抽象函数,on touch event,那这个service created的,还有其他的,是属于这边的抽象函数。 因此呢,t要一起来实现它们。 所以呢,my surfaceview这个t就实现了callback的j口里头的函数,也实现了serviceview里头的抽象函数。 好,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看成是tens,那这个是指名,我们就发现这边应该可以放一个潮潮类。 OK,所以呢,我们如果将serviceview看成是tens,而t看成是指名,这个就是单层的框架。 啊,的单层的eit造型,也就是单层的框架体系。 那么,依照三国演义的故事,知道这一天子跟指名之间,可以有潮潮类,能够产生斜天子一定组合的效果。 例如在上图的t跟eit造型之间,可以插一个stab类,在这里可以插一个stab类,潮潮类,叫做svstab。 那这个svstab呢,对上层来讲,对这边来讲是扮演t的角色,对这边来讲是扮演e跟i的角色。 OK,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潮潮类,它是天子的指名,但是又是指名的天子,有没有? 就是下层eit造型的e&i的角色,又扮演上层eit造型的t的角色。 因此呢,就得出这样的一个jaco,这个就是潮潮类。 潮潮类呢,他实现了这个jaco,也实现了这里的jaco,就是,例如说他实现了这边的jaco,然后呢,定义出自己的新jaco,这是自己的新jaco。 然后子民呢,就只看到这个新的jaco,而没有看到这个jaco。 因此呢,达到了改变jaco,屏蔽的天子的jaco,第一个,天子有两个jaco,这里一个,这里一个,都被他屏蔽掉,然后定义出自己的新jaco,然后子民就实现新jaco就好了。 因此呢,就构成了两层的eit,两层的eit,OK,那这两层的eit,目前还是单层框架。 这个部分,是属于app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属于框架的部分,所以目前是两层的eit,但是能染是单层框架,单层框架。 所以这个stab类是上层的eit的t,但是又是下层eit的emi。 好,那么,这一个为什么他叫曹操类呢?因为他实现了天子的callback的jaco,而提供自己的jaco,这是他屏蔽的天子的jaco,又提供自己的jaco,提供自己的jaco,提供自己的新jaco,OK。 这个时候呢,这个子民呢,就只要看到曹操的jaco,而看不到,他不用去实现这个天子的jaco,因此呢,达成了邪天子一定诸侯的目的, 让子民都看不到,这一个天子的jaco,所以呢,这一个曹操类改变的jaco,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效果,所以呢,能够实现,啊,邪天主一定诸侯的目的,啊,而且呢,另外还有一个用意,在这里头呢,可以写了很多代码,啊,可以写了很多实现代码,让他来继承,所以呢,可以降低, 这边的,啊,复杂性,可以降低这边的复杂性,啊,那么如果原来这里直接implement这里,所以这边的,所有的函数,这边都要implement,啊,那这边的函数,也要implement,啊,那这边的函数,也要implement,那么没有,这一个曹操类,来提供,这个函数,给他来调用,那他的工作量,啊,会增高,也就是说,有了曹操类之后, 因为,有些,啊,事情呢,啊,有些代码,写在曹操类里头,那么,这个类类呢,就可以来调用它,类类就不用写,这些,叫默认的,行为,或者默认的函数, 那么,我再说一遍,有了曹操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在曹操类里头呢,写了一些,默认的函数,默认的行为, 也就是有实际的迹象函数,有实际的实现代码,可以让这个子民,来调用, 因此呢,可以节省子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子民的类,它的复杂性, 也可以加快,AP开发者的开发速度,啊,这是这里在讲的,可以减轻,这个子民的复杂性, 降低,这个子民,开发的负担,OK,好,那么,相对上,这一边是属于, 全国通用的接口,所以叫做通用性比较高的接口, 这个是属于,曹操次力范围里头,通用性的接口, 所以相对上,这个曹操类,所提供的接口, 它比较特殊化一点,这个是属于比较通用化, 因此呢,曹操类,也等于是,啊,在这个通用性很高的, 通用性接口之下,再来,啊,转换出,啊,比较特殊性的接口, 可以给子类,做更多的服务,OK,我们说明过了, 就是,越通用性的接口,可以让我们,产生更大的弹性,啊, 更大的弹性,啊,创造更大的未来性, 但是,太过于,通用性的接口, 却带给这边,有很大的负担, 因为,啊,所有的实现代码,都要写在这里, 所以呢,就用曹操类,提供比较,这个,啊,特殊化的接口, 那么,它里头呢,因为,已经有一些特殊化的代码, 已经写在这里了, 啊,所以这个,这一口呢,它的范围比较小, 所以这个,这一口呢,啊,这个,这边的工作量,会降低,啊, 给它,更详细的服务,啊,可以增加,啊,降低AP开发者的负担,啊, 啊,然后呢,啊,因为,啊,因为,这个ServiceView跟Scribble, 有了这两个类,之后,那么,这两个的独立性更高了,啊, 原来没有这个,已经相当的独立了, 有了这个独立性更高,为什么,啊, 你看,当它有改变的时候, 只要影响到它, 因为这里头,看不到它, 啊,所以这边有改变的时候,只会改变到它, 不影响它们, 同样的,这边有改变的时候, 影响到它,啊,不会影响到它们, 因此呢,两边的独立性,就更高了,啊, 所以呢,把两边的, 这一个ServiceView,就是V, 跟N, 两者把它切分的更清晰,啊, 好,那么,这一个潮潮类,负责跟Tens沟通, 然后呢, 子民负责跟M沟通, 那这种, 可以让M跟V, 能够完全的, 保持高度的独立性, 高度的重构性, 高度的测试, 可以独立的开发, 独立的测试, 所以对于, 整个系统架构, 未来的重构的空间呢, 是非常有贡献的,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就来, 看看代码咯, 这个时候, 我就, 想展示完整的代码给你看, 尤其是, 潮潮类, 尤其是潮潮类, 所以呢, 我们就, 直接来看潮潮类咯, 好, 这个潮潮类在这里, 那么, 潮潮类呢, 第一个, 他implement这个J口, 因为天子有两个J口, 一个J口呢, 是附带在这一个1里头, 像on touch event, 就是在这里, 所以, 这个是潮潮类, 那么, 这1对1的对应下来, 你看一下, 潮潮类, 因为他是EIT, 他是代码造型, 所以呢, 直接就可以对下来了, 这就是潮潮类, 那么他要实现这个J口, 然后, 要去EIT的这个, Surface View, 这个1, 所以, 这直接就对应到代码, 都对应到类, OK, 这三者, 那这里头, 马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直接对应下来了, 因为他是这一个代码层级的造型, 这个是潮潮类, 然后, ETTEN的这个1, 有没有, 然后, implement这个J口, OK, 然后这潮潮类呢, 就把这一个, CALLBACKJ口里头的三个函数呢, 全部把它实现了, 就把它屏蔽掉, 然后调用自己的J口, 这里, 他实现了TEN值的J口的函数, 却调用了自己的J口, 所以自己的J口在这里, 这个都叫抽象函数, Begin Recorder, Recorder Down, Record Move, 这个都是潮潮类, 自己定的J口, 所以, 屏蔽的, 实现的TEN值的J口, 调用自己的J口, 这里也是一样, 屏蔽的, 这个实现了, 也就是屏蔽的, SURFICE View的J口, 然后, 调用自己的J口, 调用自己的J口, 有没有, 调用自己的J口, 所以呢, 这就是所谓的, 协天子以令诸侯的, 一种代码的实现, 那么直接, 就从刚刚的图, 把它对下来咯, 把它对下来, 然后, 置以子民, 他就只要ETEND的, 这个潮潮类, 然后呢, 实现的是三个, 潮潮类, 所定下来的J口, 叫Begin Record, Record Down, 还有Record Move, 他已经看不到, 已经不用去, 实现天子的J口了, 他只要实现, 潮潮的J口就可以了, 因此呢, 就叫做, 协天子以令诸侯, OK, 协天子以令诸侯, 那至于, 这个Scribble呢, 那就比较简单了, 这Scribble呢, 一开始, 就是选了, 自己的, 绘图器, 然后呢, 选择了, 这个漂色盘里头的N色, 都是在Scribble里头, 把他定下来, 把他定下来, 然后呢, 就, 这个, 从Holder, 就就是Surface View, 会传过来, 这一个画布, 所以, 就从Surface View, 传过来的这个画布, 把他取出来, 然后再, 用Paint呢, 在画布上画图, 像这个, 就是, 在画布上面画图, OK, Draw里头呢, 这就是, 画图了, 你看, 这里有, 取得这个, Cabus了, 然后呢, 就可以画, 把它背景清掉了, 把它背景清掉了, OK, 等等的, 那这里就是, 在画布上面画, 直线了, 依照中点, 有没有, 来做画图的动作, 所以呢, 这就是, 画图器, 不是, 就是Scribble的引擎, 就Scribble的, Scribble的, 一个, 内部的运作, 就是画图的过程, 画图的过程, 然后呢, 这个, 点, 就DW Point的, 的类, 就, 我们就直接先告在, Scribble的, 这个类里头呢, 那么, 它就是记录的, 这个点, 包括记录的, XY的坐标, 还有包括这个, 到底你的笔, 现在是, 在纸面上滑动, 还是说, 没有接触到, 里面就提笔跟下笔, 还有, 记录的颜色, 记录的时间, 等等的, 这个过程,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 这一个, 涂鸦引擎的一个任务, 那里头还有, Begin Recall的, 就是开始, 这个做记录, 首先呢, 取得现在的时间, 然后把, 这个List把它清掉, 之后呢, 就如果呢, 有开始做, 这个记录, 那么就会, 每一次的下笔, 就会new一个新的点, 那么每一次的提笔, 会再, new出一个点出来, new出一个点出来, 然后把它加到这个List, OK, 就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如果要重新的画出来的话, 那么, 就是, 再把这个点, 从List里把点拉出来, 然后呢, 再把它, 一一的画出来, OK, 一一的画出来, 那这个就是, Scribd的, 这个会涂鸦引擎的一个运作, OK, 好, 那我们就, 暂时先, 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 在这个代码的部分, 就帮你介绍到这里, 好, 那这一个里头呢,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再强调一下, 就是, 目前是, 两层的, EIT造型, 但是, 能乱是, 单层的框架, 这不是两层, 是单层的框架, 好, 然后呢, 这个颜色的部分, 是由Scribd, 是写在Scribd里头的, 要特别留意一下, 就帮你提醒一下, 就是, 在Scribd里头呢, 定了这四种颜色, 那这意味着是什么, 意味着就是, 把它写实在, 就是, 一先写在Scribd里头, 所以user是, 或者是, 等等的是不能变换的, 如果要变换这个调色盘的颜色, 那就必须改变Scribd这个类, 里头的代码, 好, 那么我们待会会来改善这个环境, 好,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目前刚刚所看到的代码, 我们是, 把这个颜色的调色盘呢, 选色盘呢, 的这一个四种颜色, 是直接的, 把它写在Scribd的代码里头, 好, 那么这个情况呢, 我们待会, 把它变成两层框架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 Color的这一个颜色盘的设定部分, 把它从Scribd把它移出来, 把它移出来, 好, 那为什么要移出来, 我们等一下, 会做详细的收明, 好, 那我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 。 我们下期的关系, 有什么地方要移出来, 是没有挡票。 没有 UV线显,